想必一说道任嘉伦这位男演员的话 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吧 他给人的印象是在圈里非常低调的一个人 但是他演技的天赋观众们也会是有目共睹 虽然英年早婚对他的事业有一点影响 却阻挡不了大家都喜欢去看他主演的电视剧 出道多年大唐荣耀和锦衣之下都是任嘉伦的代表作 现在一说到他的话 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在大唐荣耀中 和女主不能够相守一生的一幕 令人遗憾 任嘉伦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古装为主 好在的是先前和行妃主演的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让任嘉伦尝到了现代剧甜头 于是不说再见也传来好消息 这部剧是任嘉伦、张军宁、熊乃锦等人主演的都市缉毒剧 不说再见其实自从杀青到现在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终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之下 关宣定荡在了今晚开播 任嘉伦在《不说再见》中饰演的是男主刘文远的角色 他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 一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失误使得自己的妹妹和未婚妻被敌人残忍地杀害 当大家以为他承受不住打击离开时 其实他已经被上级领导安排到对方的阵营去做卧底了 但是在《不说再见》中 任嘉伦扮演的男主在长期的卧底中 和敌人的女儿产生了感情 不过在双方的特殊身份之下 能否突破障碍在一起呢 不说再见男主是一个卧底的身份 所以赛任嘉伦扮演男主的时候 对他的演技有很大的考验 一不小心一个动作和表情都让自己落入敌人的手中 导致任务无法完成而失败 任嘉伦的演技一直以来都很好 很是期待他在剧中的表演 在《不说再见》中 搭档任嘉伦饰演毒贩头目女儿的是张军宁 想必大家对于这位小姐姐一点也不陌生 在《不说再见》中 在男主遇到困难时 他总是第一个出现救他与水火之中 也就是在相处之下 爱上了这个男人 可是他却不知道其实男主是来抓他嫁人归案的 张军宁出道多年 塑造的角色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如异传和温暖的贤中 用演技一次次征服了观众们 张军宁的演技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不说再见》也是他第一次和任嘉伦合作的新剧 现在官博也晒出了男女主的一些剧照 果然在颜值和演技的结合之下 两人真的是很般配 不知道张军宁和任嘉伦的首次合作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想必大家也已经都知道喇叭 这部剧在官宣定档的好消息之外 还有一个爆炸性新闻 《不说再见》的播出平台也确定了 是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联合上映 目前在爱奇艺和腾讯光是观众们预约的人数正在持续增加中 可以见的网友们对任嘉伦和张军宁的新剧期待只有多高 最关键的是 可以让爱奇艺和腾讯这两大视频剧头一起播出的 《不说再见》在质量上是过关的 《不说再见》算是一部微波鲜火的作品 突然空降在爱奇艺和腾讯 有看点的剧情和张军宁 任嘉伦两人的搭档 看来这部剧是很有希望成为爆款剧 《不说再见》除了张军宁和任嘉伦之外 其他的配角阵容一点也不输